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 今天一上来的话,有一个算是好消息吧,告诉大家 当然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高院的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出院了 我之前没有报道过他,因为太多的报道在做 那他是一星期之前入院的 那当时高院的发言人就说 他是因为有炎症住院的,有流感的症状 他其实并没有撤出新冠的阳性来 其实他们9个大法官都打了第三针 那高院的发言人没有具体的讲他有什么症状 症状怎么样,只是说他入院治疗后症状在减轻 但是说两三天就可以出院 结果一拖就拖了一周,到今天早上才出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 因为前几天我在做大法官提名人的确认听证会的时候 我其实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如果Thomas大法官再有什么状况的话 拜登可能会有机会再提第二个高院的大法官 这简直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灾难 那Thomas大法官73岁其实还是很年轻的 所以我的心里是很矛盾的 我觉得73岁的话不至于有很大的状况 但是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谁也说不准 然后他一直做了一周 所以让我非常的紧张 说只有一些炎症,但是who knows 那今天出院的时候 高院的发言人就说他静脉用了抗生素 然后最后治愈出院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 可能很多人不以为意 在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非常欣喜的一个消息 那Thomas大法官和Alito大法官是高院里头最保守的两个大法官 那其中Thomas大法官也是任职在高院里所有大法官中任职最久的一个大法官 那他今年73岁如果身体状况正常的话 那至少他还可以工作十多年 在大法官住院的时候 左派也不遗余力的在攻击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维吉尼亚基尼塔玛斯也是一个保守派 那之所以左派连篇美毒的攻击他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和他太太肯定是攻击对象 第二个他们想转移美国人的目光 就不要focus在坎塔吉布朗杰克逊的这个听证会上 因为这个听证会上实际上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 我觉得是一个大亏败 那当然真正的投票可能又是两码事 那不管怎么说 你想想确认一个高院大法官的提名 人肯定要比现任大法官的太太的一个什么事更重要 对吧 那么他们之所以攻击他 就是因为早前前川普总统的白宫不了长雷多斯 应1月6号委员会的这个要求 交出了他的这个手机通讯短信还有文件等等 然后那他们就发现维吉尼亚汤姆斯发了短信给梅多斯 按CLA或者其他媒体的说法就是在支持 或者是在蓄意推动大权舞弊的谎言 并且想抗拒拜登的认证 推翻拜登政权 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那实际上我们看一下他的短信说了些什么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维吉尼亚汤姆斯 他是一个保守派的活动分子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身份一直让人觉得有争议 左派就一直在攻击他 说你看他是大法官的太太 他自己是保守派的一些团体的活动分子 实际上跟他作为保守派太太的形象不符合 因为他应该中立 但是汤姆斯太太就说 那我和我先生的职业是分开的 对吧 他是大法官 他从来不跟我讨论他的案子 那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他之前为布什政府的团体有工作过 那在川普执政之后 他也为川普做过很多的建议 这是汤姆斯太太的这个背景 那说到他跟梅多斯的这个text 那CNN报道了其中的几个短信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们能拿到的 不多的几个短信 因为虽然CNN说他regularly和梅多斯check in 但是他们能拿出了就这么几个短信 我们可以看一下 11月10号也就是大选的一周之后 那他就发了个短信给梅多斯 他说请你帮助这个伟大的总统 Stay firm 屹立不倒或者坚持住 Mark你和他一样都是领导 站在悬崖边 在挽救美国的这个宪政 大多数人都知道拜登和左派 实施了历史上最大的抢劫 然后梅多斯就回说 我会坚定的和他站在一起 我们会战斗到底 直到没有战斗为止 我们的国家太珍贵 我们没有办法放弃 然后在11月19号 也就是9天之后 那他们是夫人又发了一个短信 给梅多斯 他就说看起来西德里法官和他的team 有潮水般的关于作弊的证据 做一个计划 把大海怪放出来 拯救我们 以免左派把他拉倒 然后11月底的时候 他就感到非常的气泪了 他就发了短信给梅多斯 他说我看不了美国人 吞下这个明显的欺诈的苦果 那做了这样的事却没有后果 这整个的政变和这些 难道我们就躲起来 眼睁睁地让拜登入职吗 我们再也不能接着拆 共和党的字迷了 就表达了他对共和党的一个不满 然后后来在1月6号之后 他最后发了一个短信给梅多斯 表达了对彭斯的一个不满 他说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一切 好像是美国的这个末日 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的厌恶副总统的行为 我们的团队结集起来 等待着命令去为总统战斗 那些攻击了国会的这些人 并不是我们唐纳德川普团队的爱国者们 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可思议 自由的结束 这就是他最后发的一个短信 表达了他对1月6号的一个看法 所以就这么几个短信的话 就被CNN认为说 他们图谋和梅多斯一起推翻拜登的政权 他们试图指控他们是夫人 一转一人们对确认杰克逊 为高院大法官的一个焦点 昨天的话 Mitch McConnell就公开表态了 他说我听了听证会 看到他的简历之后 我不会去投赞成票 那这是他一个公开表态 但是同时今天早上 民主党的最大的一个blocker 最大的一个障碍摇摆票 曼清也发了言 就说他会支持投票给杰克逊 就是他说他的资历无可争辩 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高院大法官 而且我私下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也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温暖 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经历都表现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高院大法官 所以我目前的观察来看 左派50票都结集在一起了 没有一个会逃票的 那现在就变成很可能 50票对共和党的很可能50票 那当然如果共和党的 像伦尼或者是Lisa Markovsky 或者是Susan Collins 或任何一个人有逃票的现象的话 那就板上钉钉 他会被确认了 那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的逃票 假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铁板一块 各自投了50票的话 Kamela Harris那一票也会帮助 杰克逊赢得确认 我看到的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假设 民主党人有人得新冠他 那他不能够回到参议院去投票的话 假设投票日期好像是在4号 因为下周一的时候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会继续来开一个会 讨讨这个相关事宜 然后确定最后投票的这个日期 他们可能想最早越早进行越好 所以最早的时间应该是4月4号 4月4号投票的话还有一些时间 据说现在参议院民主党人有一个人可能有病 不能够到现场 他就不可以投票 因为参议院规定必须到现场去投票的 如果有一个民主党人得了新冠 或者如果有这个参议员不能到场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那大家会打一个平手 那但是这样的几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低的 即使是一个泰的话 即使是一个平手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再次投票最终取得胜利 所以那我目前来看 我看不到任何有太大的可能性 除非我们能够打电话 给Christy Simona和Manchin告诉他 我们不同意 我们必须要看到我昨天说的三份文件之后 那我们才可以决定要不要投票 这是拖延的一个政策 等这个拖延政策过了之后 那我们可能会发觉更多的问题 以至于动摇他们的信心 so far我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那同时其实拜登任命这个 杰克逊也是一个利益的交换 民主党之所以这么铁板一块 并不是说这个人真的有多好 或者他们多认和他 其实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利益集团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选举一个 历史上守卫黑人的女大法官 那更重要的是实际上 这个是得到了民主党的众议院的党鞭的一个推动 那党鞭大家都知道是VIP这个票的 这个说来有点话长 其实我之前说过 那不管是Karmel Harris也好 还是拜登也好 他们都是民主党总统会选人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在2020 那为什么他们趴当却赢得总统呢 其实这背后都是有民主党最后的力量的 在前期的时候拜登都没有进到前四名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成绩 所以那他在2020年2月25号 在南卡的查尔斯顿举行了一个电视辩论会 那电视辩论会当时他有几个党内的竞争对手 主持人就提问说 你们觉得被外界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那各有各的说法 有一个参选人就说 我觉得外界认为我没有什么个人魅力 有一个富商就说 他们用金钱和我的商业成就来定义我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误解 那说到拜登的时候 拜登就云里屋里绕了一大片 什么都也没说 然后灌了一大片鸡汤 然后他就突然说 我们应该谈一谈高院的大法官 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要提名一个女的黑人 做高院的大法官 这一下就赢得了现场的掌声 当然这是他的政治秀 因为这是左派比较高兴的事情 但实际上很多媒体分析 他说这个话并不是对观众说的 而是对其中的某一个人说的 这个人就是民主党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 民主党的党编 Jim Kleinberg 因为Jim Kleinberg一直是对拜登比较犹疑的 但是他已故的太太是很喜欢拜登的 因为据说他太太在Emily在临死之前就跟他说 那我觉得唯一有可能成为总统的 能够击败川普的就是拜登 我很看好他 那他太太对拜登的好感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 所以这是一对黑人的夫妇 这个决定了黑人选票的这个民主党的党编 对拜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拜登说了这句话 似乎是给了黑人面子 其实是对他承诺的 这是很多评论员的一个说法 所以在这之后 拜登终于得到了Kleinberg的首肯 那也就是后来你可以看到2020年大面积的这个黑命贵 还有黑人的运动 再加上倒选直接把拜登推进了白宫 这个民主党的众议院的党编 对拜登的支持功不可没 就在那一战之后 拜登的民意就马上回升了 因为Kleinberg帮他做了很多工作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只要共和党人拿到7%的黑人的选票的话 他们就会赢得总统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黑人对民主党有多么的重要 这就是最后拜登之所以能击败他党内其他的初选的竞争对手 最后夺得民主党提名人的一个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天兑现他的承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一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的问题 而是一个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博弈造成的 OK 这是今天播报 我希望你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